好熱喔 那到澎湖不就更熱嗎 不過那些入口 澎湖整個是爆滿的 我們要訂那些餐廳啊 酒吧啊啊 都訂不到 我們這次大概10點10分的地方 我們這次訂的機票的價錢是4200 然後要準備身份證 然後他飛50分鐘就到了 超快的 可是國內線也是要提前半小時來這邊 我們拿到我們的機票了 超方便的欸 用那個報到就可以了 因為我現在要去check in我的行程 坐在那個柱子的號碼 剛剛那邊報到完之後再來這邊 嗨 我們要準備登機了 我們是9號登機 好久沒有搭飛機都忘了 不能帶飲料 帶水浸 可是國內線的是未開封的飲料 還是可以帶 而且我忘了 不能check in行李啊 忘了嗎 check in行李就會比較慢啊 多慢的那個下飛機後的時間 對 因為小行李而已 完全忘記 太久沒搭飛機了 好久沒搭飛機了 你會緊張不好的感覺 我會緊張 我會緊張 對 我每次搭飛機前都好緊張喔 戴上墨鏡可以掩飾緊張的心情 我們現在要去搭車 我們租車的老闆呢 他們會來機場接我們 9760 對這個這個 我是第一次來豐富耶 你們有誰是第一次來豐富耶 你們有誰是第一次來的 你看我們說第一次 那就靠你帶路囉 我知道 靠高德宇帶路 我們知道 這一次交給高德宇 四面環海 太陽的照射 加上海平面的溫度上升 有時候澎湖有兩顆太陽在上 一個是天上 一個是海上 變成夢幻沙灘 對不對 跟你們說 我們這就是跟日純出這場租的機車 我們這就是跟日純出這場租的機車 你都他們安排的 是喔 對 你們的小編跟我們講的 哇 澎湖隨便都很漂亮耶 那我們這次在澎湖租車呢 就是在這個日純租車行租車 他們現在在登機身份證 然後我們現在先來去 一下車子 他們車子其實超新的 很新的 那我們這次租兩台機車 三天 1800 好了我們現在拿好機車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覺得我要曬傷了 好熱啊 剛剛一騎出來就馬上要曬傷了 現在老闆要去幫我們 幫我們的行李 在那邊 太感動了 謝謝 老闆謝謝 我們這一次在澎湖住的這間 是叫做村上春樹 那我們這一次進這個村上春 開燈 就是一個清水模的造型 然後它這裡有機架 然後有一個大陽台 看得到海嗎 遠方啊 遠眺 遠眺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床 雙人床 大張雙人床 然後還有冰箱 然後它這裡還有一些 推薦的美食名單 還有桌上 其實還不錯啊 睡覺睡在這邊 然後晚上可以在這邊喝個酒 然後可以在陽台這邊 那我們這一次住的這間村上春樹呢 是在馬宮的市區 然後一個晚上呢 是三千多塊錢 嗯 嗯 假日嘛 而且都已經訂滿了 沒有太多選擇了 好 這樣兩位 下起雨來了 好 等一下你坐上那機車的時候 屁股就會燒起 天中午我們要來吃這間 超級難訂的飲餐廳 超級超級難訂 厚補才補到的餐廳 好 我們現在吃這間飲餐廳啊 它很難訂 啊但它訂了超久 還後午才訂到的 昨天晚上 半夜的時候 我收到那個訂到 問你要不要保留位置 通知會檢訊 就趕快保留位置 然後它這邊的餐點啊 就是有早午餐系列的 然後它這裡的早午餐 大部分都是有和海鮮 然後還有看它今天的漁獲 是有什麼 會有不一樣的改變 然後塞地區有一些什麼優格啊 薯條啊 牡蠣啊 這樣子 對還有一些咖啡跟茶 剛上來就是三隻手機餵食 上面有牡蠣 然後魚乾 魚卵 海葡萄 哇你這一顆最豐盛 欸那小卷烤得很好吃欸 覺得如何 我覺得水汁 讚 讚很好 我覺得一群男生來的話呢 可能來自這店不太適合 對女生可能會覺得很適合 對這就是我們很常在討論的 你們女生一群的時候 就會找這種店 又好拍照 又很好吃 好那我們現在吃完了早午餐之後呢 我們先要去玩北桓 桶涮北邊 對就是桶涮的北邊 然後我們第一站就要去天堂路 實在太熱了 在天堂路的路上 還買個冰沙吧 對 決定買個冰沙來喝 仙人掌冰沙 芒果冰沙 有嗎? 仙人掌 嗯 謝謝 慢慢走 前面已經到了 你看前面有那個海賊船耶 我可以去拍照嗎? 可以啊 然後冰沙店旁邊呢 發現了三艘海賊船 女帝的船 然後 塔普的船 然後 牽羊號 這個仙人掌冰沙味道好特別喔 還有一個奇妙的口感 哇 現在去這個後寮天堂路 不能夠騎車耶 只能夠用走的 太熱了 太熱了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So good baby 看起來已經交叉了嗎? 很遠耶 我覺得是因為天梯真的很快 沒走一步都覺得 我覺得天堂路 是我們走過來的這一段路吧 這應該是要漲潮的時候 來會比較美 對 這時候我們去蘭嶼 那個根本就是 超不錯的 一點都不行啊 我們去蘭嶼 那個波濤洶湧 大海就打在你旁邊耶 你看這個多平靜啊 OK 天堂路到了 天堂路到 小小一條 去前面看看 搞不好到前面還蠻漂亮 這個寬度 真的是跟我們在蘭嶼的 騎場跑道差不多 但這邊沒有波濤洶湧的海浪 比較不會那麼可怕 真的它這個海邊真的是非常的清澈 海邊是蠻漂亮 然後一眼望去就是 一邊的 嗯 而且如果說那個 有漲潮的話 這個海 過來的話 應該會非常漂亮 下一站我們來到這個 通涼古榮 這邊 這裡有很多榕樹 這裡比較涼一點 哦 榕樹 然後哇 就是長得很高耶 它這邊榕樹 就把整個天空這樣蓋出了 嗯 所以這裡比較涼 然後這裡有一些攤販 可以吃東西 我們剛才過個跨海大小之後 現在要去這個 鯨魚洞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也是 行人徒步區 騎機車沒有辦法進入 走吧 天氣陰陰的剛剛好 你看現在天氣多舒服 真的耶 摸摸看會不會刺 不用摸吧 呵呵 欸你刺了會睡著喔 蛤 會不會美人嗎 對 呵呵 到囉 對 很熱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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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那種鯨魚鯨魚的樣子 呵呵 這裡有一個鯨魚的樣子啊 很像鯨魚嗎 有啊 看不出來咧 好 大家很爬出去 我們現在在阿宏的店 很多人來這邊呢 就是吃小管麵線 然後海灘炒蛋 這個 我們點這樣子 排單炒蛋四百塊 小管麵線一百塊 走啦 謝謝 哇 這四百塊 真的是有嘗試過就好了 我還是回去吃菜包的就好了 好 去哪行 這不要過一點 五百塊喔 讓我來試試看 喝了一口我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我喜歡台南的 我就知道我喜歡台南的 嗯 這很鮮 台南的我們上去吃的那家 完全就是小卷味 非常香 非常的鮮 它很新鮮是什麼味 就是胡椒味 對 然後它這米粉呢 是細的 我們在台南吃的 它是粗的 它是米粉 吃完了 我們剛才吃的 你喜歡哪一個 中午的高午 哈哈 不是說我們剛才吃的那三個 小韓褲 好 小卷麵線 我只能說我比較喜歡 台南的很多點 然後 台南炒蛋的話 哇四百塊 真的是 不便宜 下一站我們來到這個二坎聚落 他就是一個人 保存很好的一個聚落區 然後來到這邊 很多人就會來這邊吃豆花 然後還有生魚片 剛剛那個好玩 喝飲料 喝東西啊 老闆說這個冰花是他們的 只有在這裡有的 台灣本道沒有 他說要從上面開始喝 喝完再喝下面 喔好涼 這個好清爽喔 嗯 蠻好喝的 然後它有加鳳梨 看起來是沒有開 老闆有開嗎 今天賣完了 要是明天 好 謝謝 喔好 OK 今天早上那個租車行的人 我們說澎湖 就叫做馬宮 因為它的台語就是 馬宮 就是馬宮的意思 好喝嗎 這好像是一隻喝東西耶 我找到豆花了 在哪裡 感覺就是吃不到的樣子啊 感覺超多的 超多的 你看那個 老闆是在那裡用的 一個豆花車 可愛 希望老闆娘不會跟我說 不好意思今天已經賣完了 賣完了 喔 快賣完了 快賣完了 喔 讓我心臟跳了一下 我這個才的 不夠甜 古早味 不夠冰 對不夠冰 非常古早味 我剛本來想叫不要加花生粉 可是我看大家都加了 對啊都要這樣吃吃看啊 蠻香的 對啊 一直聞到一個花生的香味 對 如果再給我幾顆冰塊 會更好 我們剛剛去了二坎聚落之後 我們現在來到三仙塔 有人說這裡是 號稱小希臘 還不錯喔 我覺得這裡還蠻放空療癒的 這裡算是蠻漂亮的地方 可以來可以來 那邊拍照也蠻不錯的 對好看 而且現在是快要五點了 比較涼 那很多人會選擇 在這邊看夕陽 夕陽看起來是在後面 我本來以為夕陽 會是在那個位置 然後就可以跟著這個小希臘一起看 但是夕陽是在後面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去老闆跟我們推薦 那個夢幻沙灘那邊去看夕陽 現在下雨了 不是出大太陽就是下雨了 怎麼下 下雨了 終於看到海 好那接下來下一個 我們到這個夢幻沙灘這邊 要來看夕陽 哇你看真的很漂亮 真的有漂亮這裡 不過這裡比較難走 搞了一下 Good baby 今天晚餐厲害喔 好厲害喔 今天晚餐 天啊 今天晚餐 看起來很晚 非常好 rebloade 現在還好 有魚 很晚餐